壓球暫定是紅米破珠的穩當 也出了很多壓球的好笑 破珠佩天宮有感破珠的壓球 屬於團形 特別基盤第一次 勝負杯的青少榜比賽 以前外國記家會 跟搖槍來東尼威廉波特 帶著世界冠軍紀錄的大手陳昭安 以及富邦樂天丁這榜的新玩 做得拿去求榜 選擇外國正式開打 2020第一屆勝負杯青少榜 錦標賽正式登場 不嫌棄的再一次的邀請我們來參與 重點是希望能把我們的富子精神 以前我們老一輩的前輩的精神 繼續把它發揚出來 希望在我們富子能再一次的刮起旋風 這是我覺得回來是最想要看到的東西 冠軍導修陳昭安說 一直在這九年在到世界冠軍 當年回來高興的時候 還特別來富天宮搭載聖廟 這是富豬人的驚悟 希望市民能夠了解這段富豬的歷史 富豬是棒球的重鎮 憑利富豬也是我們富豬的信用動心 因為當時有中的我 前路就是社會的證明 所以說社會的證明 經營 阿宗重啟這個破竹 棒球比賽 希望說你貝天宮的主導 可以帶動你我們破竹 棒球的風氣 也可以帶動我們破竹 國際人現場免獎 對棒球的參與 佩天宮黨署上表示 希望可以把揚球換成的演繡 團成會一來 一棒接一棒 佩天宮再萬聖母杯 就是要有破竹的揚球運動 方法再現 記得歡迎各位看彩虹報道